主料,一粉一百克,红糖二十克,全蛋液一大勺,牛奶四十五克,葡萄干十五克,辅量,黄油二十五克,淹四分之一小勺,泡打粉四克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把糖和软化的黄油混合均匀。 面粉与盐,泡打粉混合后过筛与一混匀,用手搓着黄油与面粉完全混合均匀,搓好的面粉撑出玉米粉的状态,在面粉里加入全蛋液,牛奶,揉成面团倒入葡萄干,轻轻揉三十秒,揉好的面团表面光亮,不粘手,面团不要过度揉捏,以免面筋生成过多影响成品的口感,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一点五厘厚的口感。 面片,用拇指印出一个个花瓶,排入烤盘,在表面刷一层全蛋液,放入运热好二百度的烤箱,烤十五分钟左右,至表面金黄色即可。烹饪技巧,做好的丝汤可以蘸果酱吃。 但是个人认为,这样就风味很够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